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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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卡洛斯 之前我做了幾集和大家分享 我究竟如何用NuketMCU 和物聯網連結器上來 我講過我通常 比較多用Blink Web Server 還有用ThinkSpeak 這三個方法 有朋友問是否只有這三個方法 當然不是 只是有些方法我不是經常用 今天我就要和大家 再分享多一個方法 就是使用IFTTT平台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究竟我旁邊的IFTTT平台 是什麼呢 我先和大家解釋一下 IFTTT.com 就是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 你可以隨時上去 開一個自己的帳號 開設的時候也是免費的 究竟它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按這裡看一下 原來這個平台可以連結 整合和自動化 原來所謂IFTTT 拆散就是 IFTTT 即是 IFTTT 就是 這個簡稱 我們講到 IFTTT 教電腦的老師 立刻想到電腦語言 如果一個條件成立 那就做些什麼 其實這個statement 又何嘗不是我們生活上 經常用到的判斷方式 好像如果現在疫情很嚴重 我們就少些出街了 如果家裡沒有麵包 我們就要買一個麵包機 去自己做麵包 類似這樣的類型的判斷 放在物聯網上 我們可以演化千千萬萬句 這樣的statement 例如我接到某個平台的通知 我就去另外一個平台上 展現一篇文章 你想想如果我的操作這麼複雜 我之前用Blink 起個Web Server 和ThinkSpeak 都沒有可能處理到這些問題 就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卡洛斯 就曾經sign in 這個IFTTT的網站 去處理我一些特別的要求 大家就可以在我的MyApples 那裏 看看我曾經做過什麼 我就曾經把我的NodeMCU 連結上去 查到NodeMCU的溫度 高過某一個限定 就寄一個電郵給我 我又試過 把我分享在Facebook的帖子 順便去Twitter 這個很有用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個平台 我有相片或者文章 相片在平台上發布 我又不想每一個平台都做一次 所以我又有一個這樣的Applet 就把我Facebook的帖子 同時在Twitter上分享出來 我又試過 如果我帖子一張相片 特別是一張相片在Facebook 就做一個Web Request 就是在網上做一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可以做的事 是很千變萬化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心去研究它 可以按一按Explore 在Explore裡面 你可以發現 有很多鼓勵精華的計劃 Send an email notification If your robot gets stuck 不知道它可以連結什麼的robot 所以你的機械卡住了 就發電郵給你了 隨便看看 也可以看到 Turns the lights on automatically As you arrive home 當你接近家庭的時候 就開著你家的燈 或者你的冷氣 這個直接要連結你的手機 應用GPS 才可以做到 總括來說 它是確實有千變萬化的功用的 你用Blink ThinkSpeed 只能做到基本資料讀入 或者控制電器的工作 你們真的很難動到Facebook Dropbox Google Assistant 這些平台 IFTTT 在這方面幫到你了 今天我就透過 示範 去Create一個Applet 去教大家 如何將NodeMCU 和IFTTT的網站連結起來 嘗試一下 叫它發封E-mail給我 看看行不行 要做一個新的Applet 非常之簡單 就是按Create的按鈕 就已經出現了If This 和Then That 兩個選項 我們先按If This 旁邊按Add按鈕 你可以在眾多的Service 裡面選一個 而我們這次 就要選用一個 叫做Webhook的Service 所謂Webhook 其實就是一個 HTTP的Request 簡單來講 就是平時你們在瀏覽器上面 打的HTTP 那個網址 而之後 我們會將我們的NodeMCU 作為一個Webhook的Provider 去傳出一條這樣的網址 而我們現在 就要設定IFTTT 去接收這個網址 和去作出反應 所以現在 我們應該按 Receive a Web Request 而為這個Web Request 改一個名字 現在我們想監察一下 DHT11的溫度 有沒有過高 於是我們改個名字為 Temperature Underscore High 然後就Create Trigger 加了If This 就要加 Then That 剛才我們說了 Then That 就是Send一個E-mail 所以我們輸入E-mail 和選擇E-mail 接著就是讚寫這封E-mail的內容 在十足這段 大家可以修改Event Name的名字 例如改成這樣 一會兒你收到那封E-mail 標題就是Temperature Too High 而至於E-mail的內容 What When 和Extra Data 你都可以隨意修改 當然 When 那個欄 如果不改 就會簡直顯示 你收到E-mail的時間 所以我只把What 改了做Temperature 而Extra Data 我改了做Over 30 完成編輯之後 記得Update Applet 也記住 要把藍色Connected的按鈕 推過去右邊 好了 剛才我CREATE的Applet 已經在這裏出現了 但怎樣把Applet 和Note 10MCU連結呢 我們和以往一樣 要把Note 10MCU編程 編程 編程之前 我就想大家去這裏 找一些資料 就去Explore那裏 再打回Webhook 按這裏 在這裏 你會看到所有 你自己寫過有關Webhook的Applet 這裏有一個按鈕 叫做Documentation 請你按一按鈕 你就會見到一個 你自己的Key 這條Key 自然就啟動你 Applet的鎖匙 它這裏 說要Trigger你的Event 即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發封E-mail 就要Make a Post Or Get Web Request To 這一個的URL Post 或者Get 都是一些 處理Webhook的 command 這個Event 之前我們設定了 就是 Temperature Underscore Hi 你輸入了這個位置之後 其實這條URL 就是我們需要 觸動我們 封E-mail的Webhook 你想試一下 這個Webhook 會否會 就是按一下 Tastic的按鈕 你就見到 Json Event Has Been Triggered 這封E-mail已經傳出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Triggered 就是把這條URL Copy 然後Share 你的瀏覽器 你會發覺 一樣可以 File Temperature High Event 究竟是不是真的 收到E-mail 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我們去E-mail Account 看看 正是剛剛收到 兩個E-mail 顯示的就是 正是剛才需要 它顯示的 好了 懂得用 IFTTT 自己去試一下 這個Webhook 又有什麼用呢 必須要去 Note2MCU 那裏 Program 令到 它懂得 傳出這個Webhook 好了 現在讓我來看看 Note2MCU 那裏究竟應該怎樣編程 跟以往一樣 include 8月66 的Library 我們今次 只想 DETECT 溫度 我開了一個浮點 就是T 跟以往一樣 Lock in我自己房間裏面的Wi-Fi 而那個HOST 就放了 IFTTT的網站進去 這些是DHT11的語句 Segment裏面 就是登入我的Wi-Fi 登入了之後 會在Serial Monitor裏面 出現了IP Address 進入主程式裏面 就是Note2MCU 會檢查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連結到Wi-Fi 如果連結不到 就跳出去 如果過了這關 就讀入溫度 我知道DHT11有時不可行 如果讀不到溫度 又可以彈出去 如果讀到 就在Serial Monitor 印出現在溫度是多少 我們剛才在Serial Monitor裏面 我們想過了 如果家裏的溫度高 就寄封電郵通知我 所以我這裡 就加句EV 如果這個浮點T 是大過 或者等於30的話 就去Trigger 這個WebHook 究竟怎樣Trigger 大家就要看一下這一段 其實就是把剛才 那條URL 由斜線Trigger之後 Copy出來 就放在URL 這個StringVariable裏面 這兩句 只是在Monitor印出來 主要就是這一句 其實主要就是 剛才我們所說的 GetCommand 就會將URL 傳給IFTTT 那IFTTT 收到又會怎樣 自然就像剛才一樣 那樣 發電郵給我 好了 NOTMCU的編程 我射起了 我亦都會把它放在影片下面 給大家下載 現在我就會上載 連結了DHT11的NOTMCU 現在我右邊 打了Serial Monitor的窗口 大家會見到 偏熱和上載成功之後 Serial Monitor 就會顯示連接狀態 和顯示 連接之後的IP Address 而同時都會傳送 DHT11的溫度回來了 今天都非常之熱 現在室內的溫度 是29.3度 但是就未到30度 所以就未Trigger到WebHook 我們現在就找個風筒 吹一下DHT11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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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都沒那麼快 立即就變成32度2 同時顯示了 已經傳了幾次Request 出去 說事前那事快 去收Email 已經見到收到六封了 而每封電郵的內容 都顯示了是Temperature 收到電郵的日子和時間 和Over 30 等等 今天透過了一個簡單單的小實驗 和大家副析了這個IFTTT 這個網站究竟是什麼 坦白來講我自己用得不多 因為我除了自己的Facebook 這些平台 需要用到Applet 去做一些轉換工作之外 平日真的很少會使用 而且免費版 它只是提供了5個Applet給我 我根本不能寫歌 但是在發明設計的過程中 大家和學生 很多時候真的會天馬行空 想到一些東西 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就不妨上去IFTTT 找一下有沒有適合你用的Applet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